中五到十一歲兒童疫苗 持續進行施打作業 截至今天中午 已經有十萬四千八百七十八名學童 完成了接種 覆蓋率達百分之五十四點零六 在六度當中始終維持在前三名 而且學校的接種量能 每天可以來到一萬多人 預計在十號以前 全市的國小都可以完成施打 最快十三號高中以下各級學校 可恢復實體教學 一年三八一小朋友接受了 即便暫停實體上 但學童們依舊按照既定時程 回到學校接種BNT疫苗 目前中南部疫情還在高峰 台中市二號新增一萬零七百零七例 為了讓孩子們都可以有保護力 包含校園 診所 還有中央規劃的兒童大型接種站 三軌並行 持續為學童打疫苗 我們學齡前 上小學前 滿五歲要預約施打孩子 有2.5萬人 可是到昨天 就已經打了2.4萬人 94%的孩子 大概都打完了 截至6月2號中午 台中市有10萬4878名學童完成疫苗施打 覆蓋率來到54.06% 兒童疫苗加速接種 維持6度內的前三名 其中校園接種還是最大途徑 每天超過1萬人完成 預計10號前 全台中市國小施打完畢 學童疫苗施打率提高後 高中以下各級學校 會根據疫情發展狀況 最快13號恢復實體教學 會來督導各個學校 要了解學生的一個學習的情形 那學校他們可以在課間或是課後 對孩子來進行複習的一個 學習成效的一個提升的一個作為 受到疫情影響將近一個多月 學生們都透過視訊學習 會不會在受教的成效上出現明顯落差 教育局強調會積極協助 家長們也希望停課不停學 別淪為口號 這次中央建民台中報導